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人生有几多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主持周淑平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收听恩与同路人 我是节目主持周淑平 我们今集请来的同路人 就是资深的教育工作者 是马安山秦道维里小学的校长 陈锦辉校长 他从事教育工作超过32年 你好 陈校长 你好 周小姐 各位观众好 还有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关于行政长官卓越教掌 你的学校在2011年的时候 曾经得过这个奖 是关于德育和公民教育方面 这些学校在私行生命教育里面 都是很有名的 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下内容是什么 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科程 但是也是一个氛围 课程的意思是 我们是用生命教育作为 我们去提升小朋友的宗教 和得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畴 简单来说 我们就是用天、人、物、我 作为我们生命教育的一个全方位 这个是范畴 天、人、物、我 这四方面 其实就是我们都帮助我们小孩 透过我们课程 我们活动 去让他们敬爱天父 认识耶稣 和别人建立一个是和谐 良好和关爱的关系 和这个大自然 这个世界 我们作为一个好的公民 我们也是一个爱护这个世界的一个在地球里面的管理者 我们也是一个对自己有一个期望 对自己有一个期许 珍惜自己的一个关系 所以天人物我就是我们推动生命教育的四个很重要的范畴 而我们学校是基于我们会 办学团体的一个办学的使命 一个全人教育 一个基督教的封诚生命 让小孩透过认识我们基督教的价值 去全人的去发展 和在这个世界上均衡的 封诚的去活着 对一个小孩的成长来说 身心灵都很重要的 那你们生命教育在这几方面 可否举一些例子 譬如在身体方面 又要怎样教育他们 其实我们都是很全面的 去培育小孩 其实我们是透过一套的课程 这个课程最主要是用一些主题 譬如说是智慧的我 或者是抗疫的我 让我们可能在生活上面 我们充满着一些智慧 一些选择 又或者是我们去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面对 我尝试是用一些课程 和一些活动去解说 我们怎样透过课程 和一些联课活动 和一些全校的活动 去帮助我们小孩在这方面的成长 譬如说四年班 我们有一个叫活出生命的色彩 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希望小孩 能够面对一个学习 就是认识人 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人面对限制的时候 他可以用他如下所有 去继续活着 又或者让他去消除一些消极的心态 去用积极去面对 那我们透过课程 我们可能找一些人 去实地的去解说 去他的怎样生活 例如我们会请一些 口触画家 去讲他怎样去面对这个逆境 怎样在他有限制的时候 去生存和活着 他可能在所有小孩面前 去讲一下他的生活经历 他可能是在小孩面前去示范 用口或者用一只脚去画一幅很漂亮的画 又或者他们去接受小孩去问 一些很直接的问题 例如 你的手不能动 那你怎样去生活 这类的问题 还有我们有一个体验课 因为为什么呢 体验是对于小孩去学习 生活 面对疫境 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元素 我们可能 让小孩用口 咬着一支笔 他尝试去画一幅画 那当然我们知道 他们实际上 他们透过这个体验 他会知道 人虽然面对限制 但是他 都可以画到一幅很漂亮 他自己欣赏的画 从而我们知道 是教导他们的认识 天赋 给我们 无论是什么的境况 我们都可以 直着面对这些疫境 我们可以战胜这些限制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或者我们二年班的时候 我们都让他们 透过一些活动 去珍惜 天赋给我们的家庭 或者我们的父母 我们怎么去回应 他 小孩可能是 未能完全体验 妈妈 怀孕 如何去养育他 那种的辛苦 我们的尝试是 就 小孩 让小孩 在衣服里面 放了一个气球 气球 就让他可以去体验一下 是 怀胎 那种的感觉 他不能够 拿走气球 但是他就要 和气球 在半天的时间里面 一起的生活 去厕所 又要带着气球 去行路 又要带着气球 我们特别设计一些活动 让他更加体验 然后他可能透过一些分享 一些文字的描述 去讲一下 他的感受 那进而 我希望他能够 如何去感恩 感恩 爹地妈咪 如何去养育他 进而去提升他的情操 和也多谢天赋 给他一个家庭 他可以被养育 那这些教育真的很有意义 和很实在 那对小孩子来说 其实社会里面 每天都面对很多事情 譬如有一些社会性的话题 政治性的话题 那你们又如何去教育 他们去面对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教育里面 其实我们有一些 我们叫做随机的教学 随机的教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一些是我们未预知的事情 比如说一些国际的惨剧 又或者可能一些人之间的问题 那我们都会透过这些随机的教学 让小朋友去明白 或者是让小朋友伸出一些同情之手 去作出一些回应 或者是对他们一些代讨 我们曾经尝试过是在文川地震 09年的文川地震 还有就是一个菲律宾的人质事件 或者是近期一些国内外 会发生一些很特别的天灾 或者人祸的情况 我们会作出一些描述 让小朋友能够是 虽然他们不在现场 但是他们感同身受 去为这些人去送上一些祝福 一些祈祷 以及一些犯私 即是不会违避这些话题 因为比如小朋友看完新闻之后 可能都会问爸爸妈妈 那如果是老师 是会如何去教他们 其实我们就是 老师我们都会在人和事方面 我们都会作出一个 较为宽面的一些体会 让小朋友能够 可以在各方面 或者多角度方面去思考 因为他们本身 可能小朋友也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我们就是尽量开放 不避免任何的角度 让他们有多层次去思考 其实现在的学校的教育 我们都很提倡批判性的思考 让小朋友能够多一些 从他的角度里面 批判思考 以至将来 有很多的价值观 能够是可以 耐化地建立在他们的心里面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 我们回来继续教育的话题 我们回来继续教育的话题 让我堅持讨压 你又要担心 每个月过来 我愿意 显出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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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